嗨BB们 我是你们的妈咪小甜 还记得之前那个刷爆全网的这个片话吗 柳涛不小心把咖啡泼到了林峰 柳涛唯唯误诺诺 我没有什么可以赔给你的 林峰霸纵上身 把你赔给我 把你赔给我 RAP 林峰又是疯狂破水球案 柳涛又是 你不要逼我 自己跳下去了 看着面目震你咆哮的林峰 看着一丝又野中年玛丽丝的柳涛 好可怕 当时网络以一片嫌弃 说实话我也是白眼一番 抱着做吐槽视频 一种猎奇的心态点进来的我 看了几集之后 现在说起来有点羞耻 好的我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 不许嘲笑我 不许质疑我的审美 更准说我猜大钱 真的没有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首先不得不说 新横大海真的是降低了我的期待值 真的是奶死表活啊 我本来以为是那种中年玛丽丝 看了成片之后 你信吗 前五集男主角出场不到半个小时 女主角一直在尊重努力 搞事业 第六集男主戏本多了起来 但是和女主的关系 还是在讨论工作的内容 没错 这就是新陈大海目前为止的剧情 本来我以为它是类似嫌弃的电视剧 看着女主角酷巴巴的做个素气的小媳妇 不争不强 软如一朵缓缓盛开的白莲花 又或是被人猜了无数次的小草 最后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中年玛丽丝 而且我们对女主角简安 有着和其他女主角一样的悲惨经历 不补双网 房子存着还被姑姑霸占了 差点被姑姑拐卖了 所有悲惨的故事都叠在她的身上 只为提醒女主又多惨 但是新陈大海 更像是现在流行的大女主首剧 女主角小时候就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她天生脾气爆不好惹 姑姑重男轻女 她家里没有钱 只有职工堂弟一人读书 堂妹就没书读了 女主反问为什么女孩子不能读书 为什么男的可以女的不行 堂妹说在我们那边都是这样的 女主指出姑姑不是女人吗 家里还是靠姑姑依然成长 靠姑姑养家 小时候被讨厌的男同学围着欺负 她随身携带武器一牙还牙 砸了对方的脑袋 姑姑重男轻女 逛了堂弟 五项话堂弟呛 菜吃她呛回来 堂弟还呛 她一把把饭菜空在了桌上 哼 我吃不到 你也别想吃 我不吃谁也别吃 净直就是个小辣椒啊 有的女主小时候看着机灵 长大之后就智障了 但是这部剧的女主没有 她还是很机智的 她认真学习 姑姑把钱花完了 让她没法上大学 她也没有自怨自艺 她努力备考 打算重新次考大学 差点被拐卖 她很勇打上姑姑之后 胜无分文的跑到广州 那么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拿到的呢 坐在餐馆 看到这家店特别的忙 主动提出可以做办公 对方很忙 没有理她 她直接上手 干了再说 又是主动擦桌子 又是洗碗 之后瞄准机会帮忙送外卖 对方一看 哦吼 勤劳能干还是个会来社的 再加上确实确认就直接招了 但是 我们的女主角 是有野心 有追求弟 她永远都在升职 这部剧可以改名为 有套升职计 她不甘心 只做一个打杂小妹 抓住一切的机会 第二份工作是怎么来的呢 同宿室的女生 显工作辛苦辞职不干 却赚快钱 她胆大心细 穿上对方的职业服 或速混进了公司 上门顶替 也跟上一份工作一样 脸皮足够厚 也刚好缺人 直接就上了 别的社友在消磨时光 她在努力学习 别的同事在恋爱脑的时候 她在努力工作 发现问题立刻解决 刚开始的不熟悉工作 什么都不会 葬树白眼 备数其事 没有关系 我厚着脸皮学习 求一下别人 看一遍别人怎么操作 我就会了 罪欠又会说话 谁不喜欢呢 爽感升级 又矛盾直接开丝 有个同事是业绩第一的跟单员 女主跟她学到了很多 同时也帮了这个同事很多忙 女主不甘心 只做一个茶水小妹 想要换岗位 也想要应聘公司的跟单员 这个同事就看不得人好 既害怕免费的劳动力跑了 又害怕女主变成她的竞争对手 所以在女主的面试成绩上 使了半字 得知自己被关系好的同事插刀 我本来以为女主绝会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你要做错到极致的事情 结果她直接走到同事的办公桌 拿了几份文件 冲到领导开会的办公室 把文件扔给领导说 给您汇报一下 这些都是我做的 哇哦 干净利落不废一句话 同事苍白的解释 被坚定的女主义衬托 写得非常的无力 第二天摇身一变 成功升职变成了更单元 牛娃姐 直接五分钟解决啦 而且一直想要往前冲 想要变成更厉害的人 领导问她 为什么想要当业务员 她的回答是 因为业务员能赚更多的钱 拿而疯狂追求她 她过断拒绝 我不想谈恋爱 我不想当任何人的女朋友 我不需要爱情 有这个时间 我不如多做几个单子 笑死 这只完美贴合了现在观众 对恋爱性的厌务心理 只想看女主角搞事业的迫切需求 不得不说这部剧的爽感 都给你搞出来了 把职场线搞出了 升级打怪刷光的爽感 而且女主角的人设也有升级 不再是唯唯诺多的恋爱呢 而是努力赚钱的女强人 再说对角色的塑造上 虽然老套 但是与时俱进 女主觉得姑姑 无疑是反派的设定 你甚至可以看到 反省美妈妈 反思紧妈妈 等的声音 但是当女主控诉姑姑 把她卖给傻子 做老婆 换彩礼的时候 姑姑歇斯 几礼的大后 当年我也是这样的 不然你爸的彩礼 是从哪里来的 这句话细思极恐 她也是被父母 重男轻女过的 被卖了 被强迫 嫁人换彩礼 她变成母亲之后 自己也重男轻女 也要卖女儿 换彩礼来养儿子 姑姑从原来的 一个受害者 变成了加害者 这一句话 让姑姑的形象 更加的立体 女主刚来广州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室友 一个是KTV的陪酒 一个是受不了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也被捣鼓去做了陪酒 女主角也有被他们鼓动 但始终坚持自己 一直在努力工作 她心里清楚 以色试的 终究是不长久 这种就像是 在刀尖上走钢索 壮运气 很容易贪图 这种来钱快的生活 不过也好在 女主对他们 并没有太多 高高在上的说教 对这两个角色的 俯视感优越感也没有 女主角只是想要 尽量帮助 失忆的女孩子们 她尽量帮助堂妹 读到了高中 唯唯诺诺的堂妹 一直被母亲逼着嫁人 她也学到了 女主角出头的勇气 跑到广州 投奔女主 两人开心的 拥抱在了一起 对这两个妹子 也是点到极止 而且这部剧 点出了 每个人走的路 都不一样 当他们三个人 告别的时候 你还是会为 女孩子们的友谊 所感动 相信之后 会有他们的剧情 接下来我们 说说两位主演的表现 不得不说 简爱这个角色 比高大上的安迪 更适合刘涛 更接地气 看到刘涛蹲在门口 吃饭和 那个gagate就抓住了 怎么说呢 这个角色非常刘涛 就是充满着一种 励志的gagate 要知道刘涛本人 可是非常努力 亲爱的呢 非常具有亲衡力 特别是他在跟客人推销 给人一种 非常麻利的感觉 更给了我一种 陶姐在直播间 推销的感觉 林峰 才过去半年的时间 试图心得散 看起来还较为亲手的你 哇 你怎么热 在朋友上 前几件假发 oh no 划了针头发就正常了 那个刷爆全网 男主要女主 赔的那个片段 实际上是 男主是看中了 女主的能力 邀请她一起创业 目前看来 感情进展 蛮正常的 没有让我特别咯噔的 坐车的那段 来点成年人的成熟感情 谢谢 不要给我振狗血了 不过看林峰 也纯情霸总 我一脸 真的吗 我不信 有一个情节是 柳涛叫了一堆 漂亮的小姐姐进来 林峰在那里 如作震章 还说自己没有兴趣 我想让你误解我了 我完全没有兴趣 你在装什么啊 这不是你喜欢的style吗 最后总结一下 这部剧为什么后面 口碑会急剧反转呢 这里不得不说 还是那一丝表伙啊 当你对一部剧 没有期待的时候 点进去 发现 他比你预期的还要好 哎呦 不错哦 这里还是要怪骗花 太诈骗了 把所有狗血的剧情 都加进来了 搞得女主角 好像是那种 卑微的小媳妇 那主角是那种 强制爱的霸总 目前看剧情 不是这样子 但如果后面剧情 变狗血俗套了 但我没有说哈 导演是鸡毛飞上天的雨丁 创业剧他熟 编剧是那年花开 月正元的苏小月 大女主说 剧他熟 两人一拍即合 而且我明白 这部剧为什么 收视率会那么好 当然我也不是说 这种剧特别好 因为他确实有很多缺点 剧情故事老陶 确实也不太精致讲究 一看整体太新了 就不是90年代 刘涛林峰 扮演20多岁的年轻人 为何敢还是有 人物相对扁平化 标签化 脸谱化 特别是把个人的 坚固奋斗 简单化了 但是这个缺点 也变成了优势 所以你也就理解 为什么同样是职场剧 同样是女性成长 理想职场在播放量 收视率上 就干不过他了 因为星辰大海 没有门槛 简单易懂 而且看得爽 我也不能说 这是一部烂剧 因为它其实就相当于 顶楼回家的诱惑 这种狗血剧 这部剧本来 就是有市场的 他们牢牢把握住了 婆婆妈妈的遥控器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 比以前传统大妈剧 好的一点是 它是一部 运尸巨迹的狗血大妈剧 它不再强调 女人要委屈求全 而是强调 女人搞事业的重要性 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呀 如果是这样的电视剧 抢占了大妈妈的市场 我觉得OK 而且我还希望 多来几部这样的电视剧 给爸爸妈妈们洗下脑 开放一下他们的思想吧 好喽 今天娃妹就讲到 这里你对星辰大海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